台湾演艺圈女星跨海漫影丑闻 被卷入风波的女星名单 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根据一周刊报道 有两名曾在主贤戴姐旗下工作过的小姐出面爆料 她个性低调 交易内容都会记录在笔记本上 但很喜欢拿台湾第一名模出来夸口 声称林志玲会红都是因为我 还秀出通讯记录 表示林志玲刚出道时 曾帮忙安排过饭局 2005年时林志玲爆出在美国 遭人强行逼迫参加饭局 她拒绝后事情被闹大 全靠资深经纪人求离宽摆平 但戴姐却说其实是她摆平的 让旗下小姐认为她根本谎话连篇 借林志玲炒作名气 不过志玲姐姐的经纪人倒是很冷静回应 直指这一切是子虚乌有不愿多说